很多人青睐于二手车 试问以同样的价格可以买一辆档次更高的车 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二手车市场却参差不及 想要在车山车海中找到一台优质的二手车非常难 一般新手都会去看车的里程表 然后根据里程数据判断这辆车的使用情况 这样做正好中了商家的圈套 这个时候老司机有话要说了 买二手车的车车 二手车不能看里程表 公里数都是可以调的 而且改里程表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难题 卖家改起来简直轻车熟路 不费吹灰之力 那么买二手车该看什么呢 高手都会去看玻璃 汽车玻璃是否换过是对二手车评估的重要参考 一般汽车原厂玻璃都会显示出厂日期 如果全车玻璃日期基本一致或者很接近 则车子没出过大的事故 如果每块玻璃的日期不一致或者相差很远 那么这辆车哪怕再喜欢都建议你放弃购买 玻璃上的数字代表年份 小点代表上半年和下半年 点在数字前就是上半年 反之则是下半年 一般汽车生产日期和玻璃生产日期不超过半年 看标志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 车用方圆标志是国家安全认证的 如果是国外的标志也应该有国外认证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车子VAN码确定出厂日期 VAN码就是和人的身份证号码一样 可以读出车子的原产地生产日期等一些关键的信息 VAN码在车前挡风玻璃或仪表盘左侧可以找到 如果出厂时间很久了 就得慎重考虑再下手 除了玻璃还可以查看车身线条是否流畅 有无大修的痕迹 针对改了里程表的二手车 查看该车最近的维修发票和保养手册 也可以查到车子实际里程 检查完了再看看车胎 感受一下车身状况 有没有宝金风霜之感 当然还要检查一下发动机 看外观有没有漏油 点火后气体颜色是否正常等等 买二手车还是要耐心的多转几圈 认真检查核对的好 最好能够找到一个懂车的人一起参考 不然车子一开走 问题接踵而至 简直闹心